吃完飯一方 跟這塊區長徐平平 站在白水火花前 會寒避震的經驗 因為連你的大河 有民眾發現 通往咖哩到這塊的南三十里 副島白水火花 有民眾的震仙 自然電火條也蓋了十多多 我們大家這個地方 沒到我這裡 大家這裡 南十二山 這裡路面明顯清洗 爸爸電火條都清洗起來 我這個電線油條的 相當不一樣 這個很明顯 路面就叫我透光去了 吃完飯一方表時 這裡的地方的地色偏見 容易來燃水 還加上早期 日常的工法 年久來失收 不像連你來大河 造成透光下降 非常危險 這裡也是一元水地區 每一處 以前我們大家這裡 等於你傳案師 每一處的樓 每天這裡就燃水 這裡地色明顯偏低 我們也說剛才 因為這裡也很久沒做 這都離職的保溫 離職的保溫 你看這整個都明顯透光去了 路面明顯清洗 我們希望市政府 要快 這個機會要快來 我們搶修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 都有下豪大雨 在我們一國的下雨量也很大 所以這時候 我們這個水高 如果是算久了 水量大 所以會把地基 把它沖刷去 有一點地基掏空 目前地面有一點傾斜 我馬上有 統計我們台南市政府水利局 來做現場的會勘 這條有在這國區 南32區都落單 是來往自己和這國 都到方向的主要道路 往來的車両非常平衡 因為屬於順利的機関 為了要顧慮 來往車両到民眾的安全 府長是平平 除了車來的中華電信 騎著電火條 先來牽涉一些 並車來的水利局 儘速來拿不到 崩潰的道路 白水的鋼頂修好 以保障民眾的安全 我們在新聞 感謝府七個 蔡宏報道